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如果你用線上版本可能有一點點跟我剛剛用那個桌上版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名詞不一樣 對不對 第二個有些人這個按了這裡有的可以編輯有的這裡不能編輯有沒有 對不對 那是跟右手邊這裡有個鎖頭有關係 這個是我們剛剛那個版本沒有如果說你希望這個不要幫我弄 就是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把它縮起來 把那個就是這個顯示的這個比例這樣的話就不會不小心有時候滾輪有沒有 滾輪去動到滑鼠去移動到 它的比例就鎖住在這個位置上 那當然下面這裡還有什麼 有沒有 你可以增加的這個我們剛剛在那個版本不一樣你增加一個新的 或者是你增加一個空白的 圖片加文字 有沒有發現功能越來越多了 直到有點就有點類似又回到泡鼠那種感覺就是版面的變化在 排版再讓你 更多一點 所以這個是 剛剛 可能大家在看有一點不一樣的 那 現在呢我們再把這個 其他地方跟各位說明一下 剛剛老師還有提到就是那個存檔的問題 存檔正常來講我們在這邊 你應該是不需要做任何的動作 它會自動幫你存 一段時間就會存 那如果你要強迫它存在這邊按一下也可以 也可以 那麼 講到這個地方就會有另外一個問題產生 那我的 簡報 我們剛剛不是說如果你是一般100Mb的 你是不是只能公開 這個簡報就只能公開 但是如果你升級到教育版之後 500Mb不只是可以設公開也可以 設成私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如果假設你想要改變的話點到這邊來 進來 每個簡報都可以設不同的 那你進來之後呢 請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hidden 這個 對不對 預設是hidden 也就是說 只有 擁有這個 連結的人可以看 這個也是新增加的 以前沒有這個 以前是只有prime 就是私人的跟public 公開的 還有就是 你可以怎樣 不只公開還可以給別人當範本我就直接複製一份來用 好那現在多了一個hidden就是 這個 只有 有緣結的就可以看 那如果你不希望人家看的 點到這個 他就變成鎖頭 就變成鎖頭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到這邊如果變成這樣子之後 好了 點叉叉 不用按存檔 有沒有變了 別人就不能看 別人就不能看 但是相對如果你是用這個 是別人也可以複製一份出去 也可以複製一份出去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 看你要哪一種 那 相反的 如果 我自己的 怎麼辦 比如說你看其實我有重複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 1.1版 1.0版 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 我要用這個範本當作範本 自己的範本再拷貝一份來用 怎麼辦呢 你可以像這樣子 假設我這個要重複使用 點到他 那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要safe copy 自己 copy一份 他就產生另外一個 好就產生另外一個 那你就可以 直接用這個來編輯 那至於說 檔名的部分呢 稍微留意一下 檔名 您可以在這邊直接編輯 點到他 就可以直接改 不過留意一下就是如果您剛剛用的是 我們 這個 所謂的 桌上盤的 您存檔沒有問題 但是呢 要 放到網站上對不對 假設你現在做的是你喜歡的 因為你用你的自己帳號做好的 是不是要傳到 雲端上跟他做同步 那您 先存檔之後在這邊有一個upload 點一下 可是這裡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裡的 標題跟 說明 只能打英文的 只能打英文的 但是你可以到上面去之後再改成中文的 這是用桌上盤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確定你現在編輯這個 我要先保留下來的 您可以像這個方式把它弄上去 這樣了解了 好 那 這樣了解之後呢 我們 順便看一下 萬一你的網路 剛好 有今天這種情形 我要 撿爆的時候 網路比較慢 怎麼辦 你看我們今天有沒有 放一個叫做 離線版的 我們在這裡是有放一個離線版 因為 你如果用這種方式的話 我就可以 在沒有網路情況下 或者網路比較慢的情況下 我就直接做簡報 他就變成一個 你 不知道各位在用powerpoint 有沒有用過一個叫做 封裝成光碟這個功能 因為叫powerpoint 就office有很多版本 假設你用的是最新版 比如說2013 或2010 可是可能別人地方只有2003 那這個時候你不能拿那個簡報檔PPT就過去 因為沒有用 他打不開 對不對 所以 你就必須要把它封裝成光碟 封裝的光碟事實上就是把那個播放器帶著走 你可以 撥到powerpoint但是不能編輯它 這個離線版就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 您可以到這邊來 假設這是你要的 您看這裡 有一個download對不對 好 按一下 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你專門只是要做簡報用的 一個是用來做什麼 編輯用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用桌上版的來編輯 因為我們桌上版也可以存檔 你看 我們桌上版的如果你在這邊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好 OK 那麼他本身會變成這種檔案 這個有沒有 那這個呢 他是一個press檔案 那麼 你如果 在線上的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他也可以用這個打開 有沒有 你就可以按download 他的副檔是PEZ 那這就是他的原始檔 可是今天如果你只是要簡報用的 你就按這個download 然後portable 所以你點下去之後他會開始準備 把這個超連結產生出來 這個上面等一下就會出現 那你就可以下載 原則上大概都是100Mbps左右 也就是說他的播放程式 播放程式 所以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在這裡 好你看這裡 您下載完 有沒有 這裡有個資新檔 然後呢 他的內容 會把你準備在裡面 你剛剛有放在這個簡報裡面 內容都在這邊 那就直接點了架 這樣就是直接在離線裡面直接用 所以您可以看到這個檔案大小 把這個資料夾 的內容給您看一下 大概是100Mbps 多一點 好那當然要看你裡面內容的定 原則上至少就100 至少都100 所以 這樣子 您在離線的時候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樣OK嗎 你看剛剛這邊 是不是就準備好了 這樣就可以 好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主要 您會用到的幾個功能 那至於說 我們一般簡報是不是都有列印的需求 有的會把印出來 視障牌也可以喔 這裡也可以直接把它列印喔 直接列印成那個什麼 PDF 不過要進去編輯 要進來這個編輯裡面 好進來的 您看這裡 一樣是Share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download變成PDF PDF它就是照什麼 照你左手邊這樣 一張slide 有點像我們簡報這樣 一張一張幫你印下來 不過我是覺得 這個功能 比較不是那麼實用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做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重疊到 有沒有 我每一張是不是有可能會重疊到 那這樣印出來效果就比較差 假設你真的要印出來 你那個距離要拉開 不要讓每一張 就是這個又出現 比如說像這樣 我在這裡 假設第1張是在這裡 第2張是在這裡 這樣是不是這裡就會重疊到 效果會比較不好看 所以看您的情形 我們剛剛就把 您可能會遇到的 存檔 還有 分享 分享包括什麼 包括你要 離線的 離線的簡報 或者下載原始檔 或者是PDF 一併跟大家在這裡說明一下 我把畫面還給你 再說明一下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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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